yoyo朋友们好久不见识想念 这里是正 欢迎来到超主观且不专业的iPhone体验 宇宙观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箱 估计大家都知道了 自从去年的iPhone12开始 所有在售的iPhone就开始都不配送充电器和耳机了 所以其实这包装除了外表之外 里面所有的iPhone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手机 说明书和C2 Lightning数据线 当然还有这一张苹果的贴纸 和去年相比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为了环保 苹果这一次把以前用来包裹 手机的塑料膜也取消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张可回收的贴纸 其实几年前刚开始的时候 苹果说什么环保主题 我都是嗤之以鼻的 不就是为了偷工减料找借口吗 但是过了这么些年 他们确实是在有不停的往环保事业里面投钱 而且在苹果官网还有专门的这么一个网页 里面有记载着自2009年起 所有苹果产品的environmental report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在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 然后我就 你们还是自己细品吧 看完这一个短小金焊的开箱呢 我们就来说说手机本身了 这一次的外观呢 有这么几个变化 刘海变小了 相机模组变大了 还有在Pro上面侧边的电源键 稍微被相机模组挤下去了一些些 这就是外观所有的变化了 变化不大 如果你不是把上一代的手机放在旁边对比的话呢 你可能不会很容易察觉到这些变化 当然了 如果你买的是新颜色就除外啊 但是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黑色 因为就可能过几年啊 也不会显得旧 iPhone 13的这个刘海呢 相比之前的iPhone变载了20% 就算应该是有进步吧 但是呢 首先这多出来的屏幕面积 并没有显示比之前更多的内容 我也不知道苹果怎么想的 这多了一点点 就要不然你把那个电池的电量比给我加上去 好不好 不要每一次我想看电量比的时候都要下滑一下 真的 这么大的屏幕拿在手上 单手握持的时候 一只手 真的很难受 好吧 然后 在全屏看视频的时候呢 这20%也没有办法让你有多大的观影体验的提升啊 所以虽然是变载了 但感觉使用体验上 除了在看18比9的全屏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刘海会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露线之外 基本感觉不到任何的变化 当然这里还是有个例外的 就Pro Max因为屏幕够大 所以它的刘海呢是不会露线的啊 我个人感觉啊 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呢 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觉得这个不重要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反正就就在这里了啊 虽说呢使用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但是知道之后他就会一直就一直在那里啊 因为这是硬件的问题啊 就难受 各大安卓厂商已经开始用高刷了 就过了这么四年啊 苹果终于有了 我克制啊 我克制 其实去年的时候呢 发布12之前啊 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苹果是准备在12Pro上装上高刷的 但是因为高刷和5G在一起呢 实在是太耗电了 所以在发布会的最后一刻 苹果决定还是把高刷给拿掉 所幸的是呢 经过了这一年的研发啊 苹果拿出了这个名为Promotion的技术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块屏幕会根据你的使用场景 适时的调整自己的刷新率 其实这个技术安卓也有啊 但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安卓刷新率最低的话 只能到60赫兹 而根据苹果这个发布会的视频呢 这个频率最低的刷新率 可以低至10赫兹 但我相信啊 明年基本所有的厂商 都会跟进这个功能 但目前来说呢 苹果这个是独一家 而且技术还是比较脸先的 它不单只是把去年 无法上高刷的问题呢 给解决掉了 而且还让这个手机的续航 变得非常的夸张 大家对它的续航 应该已经有所耳闻了 但我还是想要简单的讲两句 因为确实是挺好的 我用Pro Max呢 这两个多星期 然后用一天从早上8点钟起床 上班回回信息 打打电话 午休刷视频 下班路上听听歌 回家再看看视频 直到晚上10点钟 放上充电器 它居然呢 大部分时候 还有65%左右的电啊 就夸张 以前我在用iPhone 11的时候呢 这一天下来 iPhone 11基本上就只剩下15%左右的电量了 当然啊 因为每个人用手机的方法不太一样啊 这个不是说你肯定可以用两天啊 但是对我来说呢 这个手机两天不充电啊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啊 虽然这一次充电上没有什么提升 但是呢 电池的续航确实是很可以 不过毕竟13系列所有手机的重量都变重了 然后这个Pro Max带上壳啊 就跟拿块砖差不多 当我第一次把它从裤子里抽出来的时候呢 差点就摔了 不过经历了这两个多星期的适应啊 我也逐渐习惯了这个重量啊 不得不说人类的适应力真的很强大啊 其实这期间呢 我也换成了手感更好的13 Pro 试用了两天 然后一天下来电量呢 还有50%左右也非常不错 但是呢 就这个漏线的刘海 真的让我好难受啊 所以我还是换回来了 好 那续航说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说说性能 估计大家也听说了 A15这个处理器啊 网上说啊 很挤牙膏 虽说GPU提升了50%的性能 但是因为工艺没有变 单核CPU的性能通过提升频率 勉强避免了原地踏步的尴尬 好在呢 是领先够大 家底够厚 也有堆料的资本 所以呢 还是目前手机最强的SoC 然后关于苹果A15这次和老黄学阉割刀法这件事呢 只给Pro系列满血的A15嘛 就这个事情嘛 就我帮苹果想了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最近芯片比较紧张 就别太挑剔了 油就不错了 而且性能确实也可以的 不过嘛 手游 我个人就只玩 罗阿璐 农药 和斗地主 所以呢 自我感觉就是除了手机变重了之外呢 其他和用11玩的感觉差不多 反正我都跑不满这颗SoC 我大概唯一能让这个A15发挥一下实力的呢 就是这个电影模式了 怎么说呢 这个电影模式挺好的 就挺好玩的 这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视频的人像模式 毕竟其实你在人像模式预览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效果 当然了 视频里面要计算的东西是比相片里面更多的 在照片里你只需要拍一张根据一个主体来调节景深信息的照片就可以了 而这个视频模式呢 是支持1080p 30帧的 而且同时可以分辨出多个主体 然后再来渲染 想想这个信息量就相当于是每秒要拍30张200万像素左右的照片 同时记录下来多个主体的景深信息 最后还要实时的展现出来给你看 但是估计我以后也不怎么会用 当然了 这么大的用电量 还有开着摄像头这个用电大户 在这个电影模式拍摄的时候啊 手机温度其实是会比较热的 但是豪宅它是不会过热关机啊 你想想隔壁那个C字开头的R系列威大 好了 既然说了到拍摄的功能 那这次还是不要偷懒啊 那我们来说说新的相机 作为这一次iPhone 13最大的升级之一呢 怎么说呢 就是挺好的吧 我们直接来看看样子张好了 所有的这些照片啊 都是在自动模式下拍的 唯一手动调节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焦点没选对啊 我就会手动点一下焦点 那么顺光 逆光 暗光 夜景 总结就是 挺好的 都能拍得清楚 除了鬼影依旧感人 1200万像素放大一点看呢 有点虚 然后这个长焦的涂抹感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严重 和这个微距镜头下没法让你手动切换回主镜头 导致这个背景虚化一时有 一时又没有 其他都还是挺不错的 是不是觉得挺无聊的 其实我做了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对比的 但是感觉看手机体验的朋友应该不会想看吧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我就准备把那些照片细节的对比啊 单独拿出来再随一期视频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觉得手机摄影不重要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呢 我是经常拿手机拍照的 而且频率远远高于我用相机拍照的频率啊 但是拿手机拍照和拿相机拍照呢 对我来说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拿相机拍照的时候呢 我会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去拍摄 去注意场景光线被受物体的状态等等等等 但是拿手机拍摄的时候 更多是为了记录有趣的瞬间啊 简单的概括就是相机是创作 手机是记录 相机大多数的时候是摆拍 而手机大多数的时候是抓拍 两者互补 互补冲突 总之呢 我个人觉得啊 单纯的说手机相机的画质 真的没有太多的意义啊 这年头每个人都会拍照 每个人在自己的手机里都有满意的照片 至于画质怎么样呢 其实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 有多少人在看手机相册的时候 会抱怨手机拍的这些画质不行啊 好了 说了这么多了 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回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13到底香不香呢 就在我看来吧 香啊 还是OK的 但其实这个13啊 更像是12S 外观没有多大的变化 而13的升级呢 就都像是高刷啊 然后更好的续航这种啊 都不会在第一时间让你感受到 而是在你用惯了之后 就很难返回去的升级 但是这手机真的一点都不Pro啊 就至少是在摄影这件事情上 它真的不怎么Pro 至少我个人认为呢 任何一款安卓的旗舰 都比它Pro 因为起码他们都有手动模式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第三方的软件来实现手动模式 但先不说iPhone上面第三方软件导出素材有多麻烦 你就想想USB2.0的这个Lightning的传输速度 再说了你想想那些Pro在真正干活的时候 所有的灯光不仅稳定器 人员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你掏出一个手机来拍摄 是不是感觉好像那些Pro也不差这么一个相机了 对吧 这感觉呢就有点像是你硬是要把凯美瑞的发动机放到一个F1赛车上面 不是说凯美瑞的发动机不好 但就是它日常用可以 但它不是拿来下赛道的 当然了 除非你的客户要求一定要用手机拍摄 或者呢 还有另一种情况 这个手机拍摄是比相机好的 就是你一个人顶着倾盆大雨在户外的时候 毕竟 它不单比那些专业设备多了防水防尘的功能 而且还能打电话求救 好了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